我做了一件很错很错令我很后悔的事 Hello 大家好 我是Sou 今次又是玩头发的时候 如果你有漂头发的经验 你就会知道漂头和垫头发是不可能共存的 漂染会有发酵剂打伤你的头发 Denu就是会用很热的温度去令你的头发受损干旱 这两件事是不可以同步进行 我都不明白为何还未有科技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科技还未解决这个问题 我就自己冷静去解决这个方法 就是自己帮自己夾弯的头 可能只是夾了10次左右的次数 已经令到我的头发断得很严重 我很后悔 其实想知道自己断头发严不严重 你只要照镜的时候 看到你这里 我的头发这么长 但是到了这里的位置 你会看到很多毛毛飞起了 那些毛毛飞起了 就是因为你断了 所以它就只剩这么短 我现在照镜就是看到很多毛毛在这些位置 插开了 天啊 强烈不建议大家去做这一件事 事到如今不错都错了 那 唯有找方法解决 我怕影片会太长的关系 我就将它分成两部分了 第一部分就是自己帮自己剪头发 然后第二部分是沾黑头的 上一次我也有帮自己剪过头发 那我想这次剪多一点头发 应该没什么 唉 有感情 再见 那要准备的道具有几样东西 有剪刀 杨金 梳 这一把是剪头发专用的剪刀 那它跟一般你家的剪刀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真的会比较利 每一条头发你轻轻地放下去 其实它就很容易剪断了 那另一把就是齿铃 齿铃就是上次也说过 是用来剪碎你的头发 那这些剪刀呢 其实在哪里可以买到呢 我很推介在佐敦廟街那里 有一家叫法品店的法品专门店 它就会专买剪头发的道具 所有发型屋其实需要买的都会在那里 就是连洗头啊 护发的产品全部都会在里面买到的 那这两把剪刀都会有的 那其实不贵的 一百元以内就买到 你剪一次头发也不止一百元 就这样了 那我们剪头发之前 就要准备一把整齊的头发 现在这样这么暖 是不可以剪到整齊的效果的 那你有两个选择 一呢 就是洗头 吹干少少头剪 那因为我稍后呢 就有东西去喝 趕时间 那所以呢 现在呢 我就决定用第二个方法 就是 噴濕头 好了 我现在呢 弄濕了少少头 你看到头都搅了很多 而且会 弄齊了 直到 直到头先了 那其实真的洗头效果会好些 你见到平常在家剪头发也会帮你洗头先 那你自己在家剪 那是freestyle的 而且我又说了 这边呢 因为我都剪掉了 所以我都不值 我都可以留下它了 梳上了头发之后 现在呢 就扎着脉 那 就 尽量斜一点头发向下 尽量 尽量 它每一条头发都是垂直的 不要说有些长一点有些短一点松了 那现在呢 扎着脉在这个位置 其实就是希望可以尽量做到它有平均的效果 免得有些长一点有些短一点 对 现在就这样 那这两个不平均不要紧要 因为我一会也不是剪这个位置 我现在只是想做一个固定头发的动作 现在就用这条橡筋 划分你想剪的位置 那呢 我就想剪到它 这里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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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要有些向下拉扯的力度 同时摘着它 这边也是一样 向下扯 扎着你想剪的长度 现在是不是一样呢 咦 我现在这里扎高了一点 所以我会把它放低一点 当你扎完之后 就可以准备剪剪头发 这个我叫做一号剪 那你底下剪 刚才我说想剪到你想长度 但是你底下剪 不会剪这个位置 一定是剪你想剪的位置 还是下面一点 因为你平时去发型的时候 你都知道你和发型师说 想剪两寸 他永远都会剪短的 一定的 尤其是我们的新手 当然是剪低一点 就可以预计自己一会儿剪齐的时候 剪一下剪一下就会去到你想的长度 那现在我就剪下去了 啊 啊 好紧张了 紧张了 真的很紧张 很紧张 很紧张 哎 很紧张 又是这样扯着 很紧张 真的吗 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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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对这个位置 我正在扯着 很紧张 很紧张 我的頭髮 好笑啊 不行好笑 我想拍一張照片剪拍 好搞笑啊 我要剪另一邊 其實我真的覺得自己很瘋 一會兒用去親戚的BB的白天 你看到很親戚啊 不然現在在玩剪頭髮的東西 我的頭髮啊 弄到四處都是 剪完了 然後呢 現在就放下來看看第一下的成果 都很齊 真的要買這些剪用 不是開玩笑 好像剪得太短 不要緊 好了 現在放了頭髮下來之後 效果有點斜了 這些又長了 不知想怎樣 這個時候就要修剪它了 現在我就要分四個區 這裡 到耳朵這個位置 先夾著 後面這裡又再 夾著它 好像樣子一樣 我現在就分好了四份 頭髮 一二三四 我現在會先剪後面 你後面剪齊了 你再前面跟回去剪會更容易控制 記得整個頭髮剪的時候 不要剪剪一下 頭髮就皺了 那些頭髮就歪了 第一尺 一定要水平 不齊就剪了 可以 剪少少好了 不要剪太多 一定會越剪越短 然後呢 就拿少許 拿少許 拿少許 剪好一點 放在後面 為什麼要拿少許 呢 是因為拿少許 跟新的一汁 未剪好的頭髮 一起量 量一下 量一下是不是齊 那你先可以確定 整個頭髮都齊 繼續 重複梳 夾扁去 梳夾扁去 拉 向下拉 好齊 這一汁 好齊 好齊 沒什麼剪 好齊 然後也是 拿少許 拿多一點 拿少許 拿少許 剩下一點 放在後面 肉 尷尬 好齊 完成了 好 現在把全面塞在一起 效果就是這樣 這時候呢 拿少許 剛才剪好的牆道 放在後面 對比 對現在的頭髮是差多遠呢? 真的不應該這麼貪心 拿少一點 梳啊梳 你看 剪差多遠? 完成了 剪掉頭髮 好 好厲害 好像很成功 好 剪齊了之後 一會兒才 剪好這邊 才開始剪碎 偷薄的動作 因為要確保整個頭髮左右 都是對稱今晚 剪到這邊 終於剪完了 現在看看剪得不齊 好像不錯 雖然不是我預期那種精緻的 這麼齊 但它也有少少弧度 我覺得可接受 不錯 現在要剪碎頭 剪碎頭 跟剛才不是分四拍 分上和下 我自己最喜歡 頭厚一點的網絡 但無論如何都要剪碎 少少 所以我現在分一分一半 上半部分 這裡的頭髮 會遮蓋 所以上面 就不會怎樣剪它 但下面我會剪碎 少少 看看剪得多薄 就視乎你自己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頭髮會左邊 頭髮比右邊 我明明是中分 所以我左邊會剪多些 右邊會剪得少 我剪的方法 就不會是 在這裡剪一下 這裡剪一下 你如果這樣剪 你會很明顯 這裡有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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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現在梳的方法 跟剛才不同 就不是打橫 每一層都打直 剪一下 拿起來 再剪一下 就會很明顯看到 我剛才剪的頭髮 有些是很長 有些是很短 其實是由短到長 由短到長 這樣就不會有 我剛才說的那個 是人都看得出來 這樣一都剪 一都剪有兩層 就會變成 是由這裡開始剪下來了 好 嘩 剪了很多頭髮 開洗手 我現在的頭 很high 很開心 我挺滿意的 認真 其實這個頭 跟我上次去化妍屋剪的頭 長度是差不多 不過這次是自己剪 幸好我現在的頭 這樣布丁頭 也不會太太太太噁心 嘻嘻 這個就是個劑成果 近一點給大家看看 我給自己100分 還有 其實我每一次出外 都一定會夾內褲的頭 所以 一定會夾內褲的頭 所以就算差一點 不夠齊整 都可以用這個解決 可以用這個解決 我平時出外 一定會夾內褲出外的東西 因為 內褲我自己覺得比較漂亮 每張毛槽的頭髮 可以收起來 盲望下會健康一點 你看到的影片 全部都一定會內褲的 不過是我人生第一支 直髮的 是我中學買到現在 你看到 爛了 我家其實有三支直髮夾的 大功告成 搞定 剪好夾好 嘟嘟 耶 不錯不錯 滿意滿意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天天就黑了 我也不夠時間拍黑色的影片 所以我下個兩天才拍黑色的影片 那 希望這條影片幫到你啦 如果這條影片你覺得有用的話 就給我一個Like 還有Share給你的朋友 那我們在Instagram和Snap再見 拜拜